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龙太小 由邓太后临朝听政 邓太后昭高天下 在诏书里自称为镇 皇帝又冲 成同红叶 镇且全左驻听政 静静淫位不知所计 身为至至之本 道化在前 刑法在后 将其中和广石庆辉 与立民更使 其大赦天下 自建武以来朱范禁锢 赵书虽解 有思持重 多不奉行其借父为平民 为了给自己数得立威呢 邓太后来了个新官上任四把火 第一把火 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 邓太后刚把新皇帝迎回来 突然传出宫中被盗了一筐珠宝 一筐珠宝那是多少钱呢 在当时可以成为京城第一道案 当有人上报时 邓太后认为这关乎宫廷封记 并没有把这件事交给相关的司法部门 或者法官去办 而是来了个亲自审案 别人审案都是动刑 而邓太后却只是动口 她找公立人进行逐一问话 通过查研观色 最终查出了盗宝的内鬼 第二把火 展示自己超凡的能力 邓太后还得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 偷珠宝案子之后 河帝生前的马夫们 又告一个名叫吉城的人 有巫骨先帝之罪 抓到叶廷狱中拷问 也公认不讳 于是报案上报太后 邓太后看过案情 心里边很是疑惑啊 总觉得事出无因 这个吉城是河帝生前 宠兴的人 按说对他是有恩惠的 而吉城平日也从无怨言 为什么河帝死了之后 反而会行巫骨诅咒呢 这事情完全不合情理 尽管证人口供俱全 邓太后还是亲自提审了吉城 果然吉城犯了宫 说自己是被驱打成招的 邓太后让人再重新审理此案 终于查明是马夫们合伙诬陷 原来那个吉城当年仗着皇帝宠姓 得罪了这些马夫 如今皇帝已经死了 于是马夫们合伙 想将她置于死地 事情弄清楚之后 大臣们都感到吃惊 对邓太后的明察多志 深感佩服 结果邓太后不但震慑了 朝中文武百官 而且名声大振 第三把火 任人为亲 打造自己的班底 当上了皇太后 成了摄政之人 邓随这次彻底撕掉了围山的面孔 不再爱情谦让 开始大肆提拔她的亲戚 作为坚强的后盾 很快被她一职血藏的大哥邓智 连升三级 从虎奔中狼将升为上菜侯 车级将军 掌管军政大权 位级人臣 弟弟邓礼 从皇门侍郎升为虎奔中狼将 为掌握宫中兵权 又加了一道双保险 另两位兄弟邓红邓昌 都晋升为侍中 成了文官中的领头羊 当然邓随并没有 一味地骄纵外戚 他对娘家人要求很严格 常告诫他们 不可飞扬跋扈 不许他们做任何 违法乱纪的事 一众外戚 不让大权旁落 小心谨慎 又防止受人挟制 这也是邓随的 另一个高明之处 第四把火 由棋局之人 变成操控棋局的人 震慑住了朝中大臣 打造了邓氏集团力量 邓随似乎可以高振无忧了 但是他还不放心 他考虑得更长远 万一流龙夭折了 怎么办呢 于是 邓随未雨绸缪 马上采取了一个 补救措施 在给河帝刘赵 进行隆重的葬礼之后 就在各大亲王 要劳烟纷飞的时候 邓随却对刘庆的儿子 刘护说了这样一句话 远方的客人 请你留下来 这个刘护 比刘盛还要大五岁 邓太后为什么要留下刘护呢 当然是有原因的 在立刘龙为皇帝的时候 邓太后已经得罪了刘盛 还有支持刘盛的一批大臣 刘龙一旦有不测 新皇帝人选首当其冲的 自然是汉河帝独子刘龙 刘护虽然不是邓太后的亲生儿子 但却是他的子 按关系来说 跟皇亲国戚能挂钩 必要时刻 让他继位 于情于礼都还说得过去 刘护虽然比刘盛大五岁 但也不过才十三岁 离立业还有一段时间 他当了皇帝 他同样可以做 集大权于一身的摄政王不动摇 事实证明啊 邓随的确属于高瞻元主的类型 他的这招防患于未然 很快就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因为很快 福大命不大的刘龙 就完成了他皇帝的使命 到极乐世界报道去了 严平元年八月初六 继位仅八个月的汉商帝刘龙 奶还没断呢 命就断了 死于崇德前殿 刘龙一举创造了两项记录 这时候实际年龄还不满一周岁 只是由于跨越了两个年头 而被称为两岁而已 这个混沌未开的婴儿 在成为中国历史上 登基年龄最小的皇帝之后 又成了驾崩时年龄最小的皇帝 刘龙一死 文武众臣再次把目光 齐刷刷地投向八岁的刘胜身上 都认为他将是皇帝的不二人选 可是呢 早有预谋的邓隋 马上快刀斩乱马 出八的深夜 邓隋派邓氏集团的骨干成员 邓智和邓礼 连夜用青盖车 把刘户接进了宫中 第二天 正是确定新皇帝的日子 一大早邓隋就登上了崇德殿 满朝文武都穿着吉福相伴 翘手等待刘胜出现的白官 马上跌碎了眼镜无数啊 被仪仗引导上殿的 居然是清河王的儿子 就在众人面面相屈的时候 邓隋拿出了一张诏书 说是汉河帝的遗诏 当场宣读策立刘护为皇帝的诏书 直到这时候 这些五大三粗的须眉才知道 又被眼前这位看似柔弱 实为阴险的金国给忽悠了 尽管他们心有不甘 尽管他们本能地想站出来反对 但此时反对的结果只有一个 无效 而反对的下场也只有一个 牵连 得罪了邓太后 自己的仕途生涯也就结束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在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 马上不由自主地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拥护新皇帝刘护即位 支持邓太后继续临朝摄政 刘护就是汉安帝 刘护上任了 邓随心安了 平原王刘胜和清河王刘庆 却是冰火凉冲天 平原王刘胜哭了 是啊 拥有年长这个得天独厚优势的他 原本第一次竞选皇位的时候 他就是热门人选 结果他的弟弟后来居上 超过他 他当时也认了 毕竟自己身体有缺陷 虽然输给还是强宝中的弟弟刘龙 多多少少有点窝囊 但好在是同根生 还可以释然 可是呢 这一次皇位的竞选当中 连刘胜自己都认为是不二人选 此时何帝的亲生儿子 只有他一个人了 不选他还选谁呀 可邓太后却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这个世界 少了谁都是照常赚的 刘护的上任 严重地伤害了刘胜 幼小而脆弱的心 相对于刘胜的哭啊 清河王刘庆 笑了 是啊 对于曾经的废太子刘庆来说 当年悲伤的一幕还在眼前浮现 他原本可以当皇帝的 但命运之神的捉弄却改变了这一切 结果他成为天涯沦落人 好在他并没有自暴自弃 从此变得谨慎小心 在和汉河帝兵士前嫌之后 他帮助河帝成功端了不可一世的斗士集团 从此 汉河帝对废太子刘庆感恩戴德 原本以保命为己任的刘庆又开始发迹 成了不折不扣的一方诸侯王 刘庆原本以为这将是他人生的顶峰了 可他没料到 他的儿子居然阴差阳错地成了新的皇帝 诗之东宇收之桑宇 命运之神像是故意捉弄他一回 然后又回到了起点 还回了原本就该属于他的一切 面对这样的幸福来敲门 刘庆能不高兴吗 俗话说乐极生悲 刘庆也许是太高兴了 也许是心中了无牵挂 在儿子登基仅仅四个月之后 他就病了 在弥留之际的他 向帝席邓隋邓太后 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 安葬在生母送贵人的墓旁 邓隋自然会满足他的要求 用光武帝废太子刘江的葬礼规格 安葬了刘庆 刘庆终于可以死而瞑目了 邓太后再立新皇帝之后 为了让天下国泰民安 她开始了惠民政策 当时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严重的水涝灾害 死伤无数人冲回房间无数 对此 邓隋第一时间下令 提出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进行抗洪救灾 他下令削减太官 上方内署等高级官员的各种专用车马 针摇服饰 还有各种奢侈品 对朝廷官员提出不得吃精米白面 邓隋一身作则 每天只吃两顿饭 而且都是小米加蔬菜 另外 邓隋还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削减宫女的数量 允许宫女自由选择 离开或者留守 离开的发放路费 成为自由百姓 我们知道由于宫女数量庞大 要消耗国家很多的财力 这一笔由削减宫女而节省下来的开支 非常可观 所有这一切节省下来的财力 全部用于赈灾 任何人不得贪污 否则严惩不败 在邓隋的努力下 那一年的水灾很快就成为过去了 老百姓很快又吃上了大米白面 但邓隋立下的简朴制度却没有取消 官场形成了节俭的风气 可是邓太后所有举动 都掩盖不了她一尊独大的作风 一手遮天的事实 为此邓太后除了把自己的亲友团 培养成骨干之外 还把朝中的另类大臣 宦官集团拉拢到了她的旗下 前面已经说过 刘兆当初在夺政过程当中 主要依造郑仲等太监 他掌权之后 以郑仲为首的宦官集团开始兴起 宦官集团中的大哥大郑仲 一跃成了大长修 宦官集团中的二号首长蔡伦 成了中长氏 稳着进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则 郑仲和蔡伦 很快得到了邓太后的信任 此时为了稳住自己的势力和阵脚 邓太后开始重用 以郑仲和蔡伦为首的宦官集团 从而形成了邓氏集团的 另一股核心力量 连宦官都开始干预朝政 作为三公之一的周章 对此是敢怒也敢言 可三番五次撞告无门之后 周章明白 单靠嘴皮子是没用的 他就想到了武力逼宫这条路 于是他开始暗中联络 反对邓氏集团的官员 想发动一场突然袭击 夺取政权 朝中自然不乏正义之势 很快周章就和他的同伙 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制定了革命的详细计划 计谋是关门捉贼 步骤是潜入内宫 紧闭宫门 瓮中捉鱼 诛杀贼党 无力逼宫 改皇换政 他们甚至连最终的结果都规划好了 将邓太后废居南宫 将安帝废为远国王 拥立河帝长子平原王 刘胜为皇帝 应该说计谋很详细也很周密 如果成功的话 那么东汉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可是周章很快明白了 不成功就成人这句话的内涵 因为保密工作做得不到位 结果这场精心策划精心部署的政变 还没有付诸行动呢 就被邓氏集团得知了 结果他们还正在磨刀祸祸 就被来了个一窝端 最终周章落得个壮志未愁 身险死的下场 他的党羽也都随风而逝 剪除不听话的周章等 朝中反对派之后 邓太后极力打造的邓氏集团 彻底站稳了脚跟 从此就开启了他们的时代 邓随不会料到 他跟汉安帝竟然上演了 农夫和蛇的故事 邓随最开始扶植刘户 那是因为他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 刘户会比刘胜更加的听话 可邓随没料到 他采了刘户这朵野花 但刘户却没有感恩 相反 随着年龄的增长 刘户从不听话到反叛 到最后干脆把他给忘了 公然和他作对 弄得爱恨交加的邓随 是无可奈何 相对于准太子刘户的叛逆 废太子刘胜却显得乖顺多了 他尽管沦落为王 却并没有公然地和邓太后作对 甚至还对邓太后很是公顺 谨言慎行 甚至到外面公开发表声明的时候 他也总是称赞邓太后德政 称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太后 对此有的人不理解 问他这是为什么呀 刘胜开始笑而不答 问的人多了 他不经意间来一句 我和太后有血浓于水的嗜毒之情 这份恩情怕是一辈子都忘不了 邓太后听了之后是大为感动 可邓太后还在感慨呢 涌出七年 年仅十五岁的刘胜去世 没有留下一儿半女 刘胜走了 邓随哭了 回想往昔 自敢失算的邓太后 懊悔失落之情 一语言表 出于弥补的心态 他马上做出了惊人之举 为没有一儿半子的刘胜 过继了一个儿子 乐安王子刘德 让刘德继承刘胜的爵位 邓太后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弥补自己的失误 可是呢 这个刘德也属于 福大命不大的人 过继后的他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可只当了六年亲王 却来了个安乐死 邓随也没有灰心 没有气馁 在千里寻亲之后 于永宁元年四月十四 从众多皇族禁止王子当中 选出了自认为德才兼备的 和贱王子刘毅 将他再过继给刘胜为子嗣 大有把忏悔 尽行到底的气概 邓随的良苦用心 在汉安帝刘护的眼里看来 却是非常娇柔作作 是十分可怕的隐忧 对邓太后的成见和仇恨 也更深了一步